公司电影院继续拯救世界 哈喽大家好 我是地下十一楼的孙琪 本期给大家介绍一部无节操喜剧 《狱中豪杰》 房地产商史诞因为诈骗罪即将入狱 他找了一个知名律师帮他打官司 知名律师就是号称史上最能嘴顿的律师 陈不堂 龙二 他被判官三年 辩护律师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管独自 我的当事人这样残忍的被判一击欺诈嘴 天理何在 他是清白的 是客户引诱他骗人 他看起来如此纯洁善良 连我都想杠他 他怎么会主动去诈骗别人 女孩子衣服穿得太暴露了被侵犯 大家不都一致认为是女孩子的问题吗 怎么会是侵犯人的问题呢 所以我认为我的当事人无罪释放 多亏了陈不堂龙二的精彩发言 史诞被多判了三年 不过龙二还是帮他争取到了六个月的缓刑时间 床被苦恋的实弹不知道该怎么办 连妻子田铁邀请他在入狱前造个baby都没有兴趣 他去酒吧借酒消愁 遇上了一名资深的前育友 第一次坐牢 我很紧张 我该怎么办 没什么 偶尔被暴局而已 而已 被暴着暴着 你就会发现 其实咱们过的生活 不就像被暴局吗 反抗不了 还不如享受 听完大胡子的人声哲理 直男史诞的心情更加抑郁了 他毅然决然的把后面的第一次献给了妻子 之后给菊花闻了身 然后抱了个跆拳道速成班 因为不按牌里出牌被教练扫地出门 此时一位高盛的大师出现了 他是一名大营隐于世的美食博主 史诞把大师请回了家 让他住在这里训练他 谈话间了解到 大师精通空手道 功夫 永春 格斗 泰拳 法国拳 猫猫拳 史诞非常满意 可是我觉得他很可怕 我要的就是他的可怕 放心 你会喜欢上他的 清晨五点钟 史诞开始正式的训练课程 他的第一课 就是学会吃屎 要想在复杂的监狱里活下去 必须锻炼忍耐力 吃屎是最能锻炼忍耐力的方法 没有别的好吃的吗 喜欢吃热狗吗 监狱里的人会为你吃一堆热狗 嗯 吃屎比吃热狗更受人欢迎呢 第二课 学会烤肉的技巧 掌握好火候 烤至两面焦黄 保持肉质鲜嫩 汁水饱满 味焦内嫩 才能在监狱里将美食传承 与有和谐相处 第三课 学会自己晾衣服 监狱生活多忙碌 必须照顾好自己 天气无常气温降 冷食莫望天衣裳 衣服常洗细菌除 洗完就亮好习惯 打雷要下雨 雷欧 下雨要收衣 雷欧 然而有条不紊的训练生活惹来了田田的不满 他抱怨史丹没有时间陪他 史丹为了让他感同身受 他大半夜叫醒田田 骗他有几个专行闯进了家门 要对他酱酱酿酿 田田吓得半死 现在你知道我的感受了吧 我必须尽快变强 才不必像你一样害怕 史丹的自私气的田田收拾衣服离家出走 心无杂念的史丹选择继续训练 我们的目标是 不被暴局 再说一遍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不被暴局 再说一遍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不被暴局 经过千锤百炼 他终于学会了一指神功 学有所成的史丹 在大师和龙二的目送下 前去监狱学院报导 等等 辱之妻 辱乌绿也 无养之 谢谢 于是史丹坐上了 开往监狱学院的大巴 车上的运有像第一次上学的孩子 几家欢喜 几家愁 你第一次坐牢吗 你叫什么名字 再跟我说话我就给你寻找七百二十度 好冷啊 童心的号看起来若不惊风的一则热 天真的他对监狱生活充满了幻想 你被改傻了吗 监狱只有残酷 越早了解越好 喂告诉他们 你们很快就会发现 又打了 对他说不是对我说 我打了 给预长垂时热烈的欢迎了他们 大家进来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随便打打杀杀没有关系的 我不会管你们的 哦对了不要去我种了草莓的后华云尿尿尿 否则我让你们跨下雨量 进来监狱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务室检查局部 早有准备的死蛋把玉井吓了一跳 干啥呢整天大惊小怪的 不知道是哪位纹身大师把死蛋的局部雕刻的如此清新脱俗 哎呦我去 我仿佛能闻到菊花的清香 紧接着他们被带入牢房 面对着于有的虎视眈眈 史丹面色不惧 这是他的新室友 你好 我叫老白 我非常喜欢打手枪 进来监狱的第二天 史丹决定先下手为强 情贼先擒王 他有打败这里最狠的人 老白告诉他 监狱里也是分帮派的 有大钢牙带领的蒙大奶帮 带黑超的托尼带领的大丈夫帮 还有皮特带领的万佛朝宗帮 最弱的就是那个读书交友帮 重点老白 我问的是谁最狠 哦 尼古鲁 最爱必动的大褶子 确认好目标后 史丹开始行动 他把大褶子打得喵喵叫 再一次收拾了其他帮派 热闹的打架氛围 吸引了这在鲨鱼的厨师 他也想肆意江湖 走你 树立了微信的史丹 史丹在监狱里混得风声水起 终于不用惧怕减肥皂了 伊泽日 非常感谢史丹为他出头 别误会 我只是想打败那个罪客的人 而他刚好在欺负你 不管怎么说 你保住了我的菊花 谢谢你 史丹的所作所为 引起了典狱长的注意 其实我找你来 是想让你帮我评估一下 监狱这块地 典狱长想把监狱改造成渡假屋 如果史丹能够帮到他 他能帮史丹减刑 然而典狱长的合伙人是个越南黑帮 他们似乎打算用暴力手段 关闭这个监狱 自私的史丹内心有些动摇 也许自己不应该坐视不管 他打电话给大师寻求意见 又想起了离家出走的田田 田田无期 见字如面 昨夜思绪万千 回想往昔 以私己之人 岂能重他人之感 如今无中意明了 无作此书 恳请田田见谅 诶 诶 咋回事呢 之后史丹开始改造监狱的风景 用舞蹈代替暴力 用沟通改善关系 还促成了一段良缘 以后不准随便暴决 你要真的想暴决 得看双方意愿 能到现场有没有看对眼的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 原本暴力的监狱现在一片和谐 史丹也受到了田田的回信 他原谅了史丹 并来探访他 两人甜蜜如新 亲爱的 你不在的时候 大师教会了我很多姿势 感觉自己被绿了的史丹 此时被狱警带走 我还没说完呢 亲爱的 狱警把史丹丢进了 点狱长办公室 点狱长一脸不悦 史丹咋把监狱改造成幼儿园了 这样他的计划还怎么使劲 什么计划 一个礼拜后 会有管理会的人来视察监狱 到时他会制造暴动 狱警不得已会对狱友们开枪 因为这张丑闻 管理会会决定 把这块地卖给他的合伙人 越南黑帮 这里会变成度假村 从此每个人都过着 幸福快乐的生活 只要史丹不管这件事 他的减刑将提上日程 史丹很纠结 他甚至做了噩梦 天天因为等他太久 出轨了 于是纠结万分的史丹 为了自己能够早日出狱 破坏了原先的良好秩序 大家又开始用暴力解决问题 一个礼拜后 管理会的人如约而至 史丹也开始了减刑的面试 那么 你最好重新回到社会的准备了吗 史丹放弃了这次机会 出门碰上了大树和田田 其实大师因为抽烟抽多了性无能 没法对田田做什么 他们只是好姐妹 直到真相的史丹 正义港突然爆棚 他打败了越南黑帮大佬 跑去主席台阻止这次暴动 却被点狱长持枪威胁 暴躁的狱友们也即将开打 关键时刻 通透的老白打开了录音机 监狱版《舞动青春》正式上演 每天趁烈点一句 先给自己大客气 一不小心碰到你 都要说声对不起 天一生活多和谐 暴力强奸在那里 巨发无药巨发 时不可当万人敌 时不可当万人敌 为了变成大博戏 不能放心了惊惕 为了防止被暴躯 慢慢变成小机灵 天生最真男子气 天天时时都不逆 努力我要努力 时不可当万人敌 快开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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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枪快开枪快开枪 你们快开枪啊 天生我的小菊花 拜拜 毛毛拳 监测生活在面前 MK14大叛戏 拿走拿走别客气 拜拜 祝非要不就开枪又何难 迷幅都是我的机灾 一个一个都得死 恼羞传论的点狱长 其实还是个人体描边大师 他的枪法没有让任何人受伤 堪称和平哥的典范 哎呀 快跑呀 大师和甜甜及时出现 搞定了点狱长 之后 史丹迎来了刑满释放的日子 老婆女儿大师热情地迎接了他 故事结束 别问我女儿是谁的 我也不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